胡璇 胡璇 他有一个很好的用人策略 就是在语言上 他很会讨人的欢心 就是讲话要讲得甜一点 要讲得让你听起来很受用 这样对和谐是很有帮助的 你看他不管对客户 对干部 他讲话 他都是 很少说是给人家难堪的 他就对外国人难堪 他很少给自己的通知难堪 我介绍一下 他不会跑到一个干部面前 问说你是干什么呢 他不会 他会问他说 你在我们公司 你做哪些事情 他会 你问他你是干什么呢 人家听起来就不舒服 你在我们公司啊 帮了很大的忙 你主要的工作是哪些 我还搞不清楚 他就会讲 我这里透露一个信息 就是说 你要了解一个人 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你出个问题 让他回答你 你就掌握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告诉他什么 他不一定听得进去 一个好的主管是少给答案多问问题的人 我很简单 我带领干部我会拿光碟片 我放给他看 放一段以后我不讲话 看他怎么讲 他一讲我就知道 他的理念怎么样 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都清清楚楚 我会拿一篇文章给他看 看完我问他 你觉得怎么样 他一开口我就知道 他的高低 我讲了半天没有用 你讲了半天 没有办法了解对方 你让他讲几句话 你就了解他了 对不对 你换一段弧弦的光碟给他看 他说 哎 这个是古代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人 完了吗 那是衣服不同啊 人脑袋都一样 你管他穿什么衣服呢 你管他脑袋比较要紧 他会告诉你 虽然穿的衣服不一样 但是现在情况跟以前一样 你觉得这个人比较有深度 看事情比较踏实 你马上知道 吃饭的时候更是厉害 一做小孩就说 这个菜不好 你就开始怀疑 你想表达什么吗 很容易的 其实现在欧美已经开始用这套了 就是要请一个人 不是说用口试 也不是用笔试都不是 就请他吃饭嘛 看他怎么点嘛 看他怎么用餐嘛 你知道这个人可用不可用 对不对 他来应征 你说哎 现在时间差不多 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告诉他 公司出钱 你不要客气 然后他一去就电 鲍鱼 要两个头的 这个人我请你来 我公司一定破产嘛 如果他一来就说 我只要一个三名字就好 你也要怀疑啊 你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人很会做做嘛 假的那个样子 你也不敢用他 他很自然的 他平常吃什么 他就点什么 这个人最可靠 要从实际的表现 去了解他 而不是听他讲话 来相信他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 从他的动机 从他的行为 比较可靠 管听他的话 是非常不可靠的 胡学员 最成功的 就是在工作当中 培养人才 我到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 有一个干部 已经待了三十年 对公司有很大的贡献 我就问老板 我这个人怎么样 老板讲的话 各位可以做参考 他说他好是很好 几乎样样都好 只不过 从来没有替公司 培养过一个人才 从来没有 公司非常重视 你会不会在工作当中 培养新进的人才 因为公司是要靠新进的人才 才会持续发展下去 如果都是靠老人 有一天老人会死 死光了以后公司 是不是关门了 所以我去讲课 我很重视听众 是不是都是老头子 如果大家都老头子 我就知道 跟我同归于尽 那我又不用讲 我讲干什么呢 老板 一个民族是要靠年轻人 社会的未来是在儿童身上 一家公司是新进人员 非常重要的 那你不替公司培养人才的公司怎么办呢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再大的功劳都抵不过 你没有替公司培养人才 所以一个人呢 要想办法在职去培育你的干部 非常重要 我当部门经理 我有六个课长 我会轮流的 请课长 抽两个小时到我这里 我在做什么事 我让他知道 将来他才会接我 说难听 有人接我 我才有机会上去 大家都接不到 我就永远在这里 你看很多老总今天跟我讲 那个经理 我本来想升他当副总 就是没有人接到他 这个人其实还不够格 但是已经有人接他了 所以他就升上来了 你要找几个人把你挤上去啊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也请各位做参考 人生最要紧的是在职场当中 不断的充施自己 提升自己 你也要关心别人 帮助他在职场当中 不断的提升他自己 其他都不是最要紧的 赚多少钱 卖多少东西 那都是变动的 只有这个是不变的 随时随地学习 随时随地改善自己 随时随地动脑筋去应变 这个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跟你的人不长进 他会恨你 因为我听到很多年轻人跟我讲说 我追随这个老板已经十年了 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我将来怎么办 人家跟你 是拿最好的青春年华 最宝贵的人生那一段来跟你 你要有责任 带起来 我也认为一个人 一生最大的贡献 就是带出几个好的工作伙伴 这是最愉快的事情 那胡玄在这方面 真的是做得很好 我们再提一个 很重要的 他的用能策略 六个字 叫修语 修益 修身 修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大家今天想到修 就一定想到宗教 其实修跟宗教不一定有关系 儒家讲修身 道家也讲修 宗教当然都讲修 这是没有话讲的 修就是改造的意思 修信就是改造自己的品性 就叫修信 那一个人最要紧的 要修自己的话 叫做修语 少说难听的话 少说伤害人的话 佛家把它叫做口业 叫做口业 多说好听的话 但是不能存心讨好人家 这是两码事 一个人存心讨好别人 这个人是个小人 你看我讲课 我很少跟各位 来扯东扯西 我很少 我都是开门见上就讲 因为大家时间那么宝贵 我跟你扯半天 什么意思 有人废话讲了好几分钟 一来就讲 对不起啊 时间很把贵 然后开始讲废话 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天底下最难的事情 就是说话 一不小心就出口伤人 祸从口出 所以一定要修口德 要修口德就要重视 你讲话的技巧 跟修养 但是不能存心去讨好人 不能 不能拍马屁 就是一句话 你把它讲得平顺一点 讲得人家听起来愉快一点 这是可以 但是你要赞美一个人 一定要有事实的根据 否则的话 就变成疾疯 反而产生坏的效果 我们要赞美一个人 多多少少要有事实的根据 不能贫血来控 讲一些那种 没有根据的话 那就表示 你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你要骂一个人 你要用很好的方式 让他听得进去 我举个例子 我是主张啊 你的部署 有任何的差错 你都不能放过他 你放过他 你就没有尽到责任 但是你不能伤害他的感情 不能让他们有面子 不能让他下不了台 这样就对的 我以前有打字员 那个打字员 老打错字 请问你 我要怎么办 我讲他有没有用 没有用 我把他叫来说 你看看 你有打错字的 你怎么打错字呢 他嘴巴不讲话 他心里想什么 我一清二楚 他心里想 我打错字 你来打打看 看谁错得多 那一定我错得多 他嘴巴不讲话 并不代表他们有意见 会听话的人都听他心里的话 所以我就知道 我骂他没有用 可是我不讲他 他老打错字怎么办 所以你没有看到 我把骂他 跟不骂他 合在一起 我合在一起 我没有分开 我等到他下一次 又送东西来 我一看 错了五六个字 我就开始讲话了 我怎么讲 你做参考 我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人家都在赞美你 很会穿衣服 你真的很会穿衣服 但是人家同样批评你 老打错字 我看不过错五六个字而已 人家都讲得很难听 他说是是是 不好意思吧 他就该过来 你一开口就说 你怎么打错字 他心里想我打错字 你难道没有做错事情吗 同样一句话 让他听得很入耳 让他听得不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你才有效啊 不然你有什么效果 我看一个经理很会骂人 有一次他的员工被他骂了 差不多二十分钟出来 我就问那个员工 我说你们经理骂你什么 他说不知道啊 我说他骂得那么辛苦你都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 我只看他嘴巴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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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啊 那你有什么用呢 你骂人骂到对方 根本听不进去的时候 你就没有用了嘛 骂人也要讲技巧 对不对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个经理 他要代表公司出去投标 我们要去投标 一定要有个报价单 一定要有一个样品 要带样品去 人家压在哪里将来验收才有根据吧 所以老板就问他 标单带了没有 带了 样品带了没问题啊 那就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回来 灰头土拧 总经理啊 抱歉了 我那个样品带错了 还没有投就被赶出来 几百万的标一下完了 我问你是谁的错 总经理的错 不是经理的错 如果我是总经理 我才不会这样 我会请他做 休息一下 你今天要累了 休息一下 我找别人去检查 我一定要找别人去检查 你自己他一定说没有错没有错嘛 你帮他一下 看看他这个样品带队的没有 然后他一看不对 他还不会讲他带错了 那他一定找他麻烦 他说好像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到底哪一个对 我就说那你看看哪个对 他就换过来就好了 所以中国人这个讲话 讲得好像没有讲一样 你才有效果 你讲得很清楚 你就得罪人了 也开口 你如果连这个都打错了 他跟你没完没了 找第三者去检查 才是会用人的人 他当局者迷嘛 他看一遍错 看二遍还错 看三遍还是错嘛 所以很多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 你一定要把责任的归属弄得很清楚 否则的话 会不断地重演这种错误 修意 什么叫做修意 意思就是说 你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要抓他错误的 我抓他错误干什么 我们的出发点是帮助他成长的 你老抓他错误干什么 有没有错误是他的事情 要不要成长比较重要 我希望各位了解 我当主管 我一旦有意见 我的部署就通通越来又懒惰 通通越来又不动脑筋 越来又依赖我 所以我已经养成习惯 我没有意见 我只有问题 没有意见 我就问我的干部 明天那个标要不要去逃 我不会说要投不投 我决定不是 要不要去投 他说不要投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投 他说要投 我问他为什么要投 你看我都没有事 他们忙得要命 如果说听来听去 我觉得赞成了 我说我没有意见 我都知道你 你去做就好了 他就负全部责任 如果我有意见 我会不会说 我去找别人 你对他有什么意见 让他去跟他搞 就是弧弦这套的用法 我从不自己说出反对的意见 我从不 我问来问去 总有一个反对的 我就要他再讲一遍 大家只知道我反对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说这个话 不需要 各位 会让他们自己找到一个共同点比较容易 由我来决定 所有人都不服的 但是他表面会服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 表面都很好 世界上都很差 问题就在这里 我现在讲一句话 人对自己的决定 他会全力以赴 人对别人的决定 他最多是尽力而为 差在这里 一个会领导的人 是不做决定的人 这跟西方怎么一样 西方要有气魄 要果断 要负责 你负那么多责任干什么 那别人都没有办法负责的嘛 你要让大家去负责 你一个人负那么多责任干什么呢 这样难道错吗 我们现在那个想法都是错误的 西方人我要负完全责任 中国没有 我跟很多老总很熟 我有一个老总十几年的朋友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老总是最不负责任的 他说你讲话那么难听干什么 我说我看了十年 你呀 有小的过错就骂科长 有大的过错就骂经理 你从来这里没有负责任 我们总经理都是这样嘛 事情大了骂经理 事情小骂科长 我说你这算负责任呢 他讲出一个最有智慧的话 你听听看 他说曾教授 我告诉你 我身为总经理 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所以我不能负任何责任 我说你真了不起 中国的智慧都在你头上 他说公司垮了我负责 谁能负责 但是公司没有垮他们负责 怎么轮到我负责呢 对不对 公司没有垮你们负责呢 公司垮你们想负责负责不了 我来 答案对 一个人真正会负责的 是让大家来负责 而不是你自己在负责 那叫做个人英雄主义 反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人 最后都不可能成功 各位好好去体会一下 中国式的领导你要看象棋 象棋啊 老将老帅一点不厉害 所以很多外国朋友看到我们象棋都会问我 这样的人可以当领导吗 我说为什么 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整天都晃来晃去 我就问他那什么比较厉害 他说鞠毛包比较厉害 乡棋里面最不厉害就是将跟帅 最厉害就是鞠毛包 我说这些厉害的鞠毛包 最后都为那个不厉害的将帅而牺牲 都被撕光光 那你说哪个厉害 他说还是老将厉害 会叫别人去死的人比较厉害 西方的管理是老将厉害 你看他们的king困都很厉害 西洋鞋 king困都很厉害 中国式的管理是干部厉害 而不是老板厉害 老板不能厉害 老板厉害 能干的干部通通跑光光 所以我也曾经跟一些老板讲 我说你很厉害 你简直像孙悟空 他就很高兴了 哪里哪里 他还讲哪里哪里 我说你回去看看 你的干部通通是猪八戒 他脸色就很难看 但是回去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给我 曾教授你没有讲我还没注意看 你讲完我回来仔细看 果然都是猪八戒 我说人家本来没有一个是猪八戒的 是你把它搞成猪八戒 我跟你讲 老板太厉害 干部通通变猪八戒 很可怜 我听到太多干部跟我讲 他真的说我比我老板还厉害 只是因为他要厉害 所以我假装不厉害来满足他厉害 最后他有一天会知道我比他更厉害 我想我所得到的都是一手资料 我不是说从什么文章里面去摘出来东西 我不是 我跟企业界来晚最少三十年 各行各业高高低低大大小小 我所听到的信息都是第一手 西方的员工有什么会跟公司讲 中国的员工有什么事情 他就不会跟上面人讲 这是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老板我们这些当顾问又不是神仙 我们到公司怎么那么容易抓这公司的缺点 哪里有办法 都是员工告诉我们的啦 我就问他 那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林老板 他说不啊 我告诉他干什么 我因为欠他我告诉他 中文基本上是不跟你讲 所以能够让你的员工跟你讲话跟你建议 你应该很感谢 而不是骂他 很多事情要改变 弗玄成功就是因为他没有读太多的书 所以他能够用人情世故里面的道理 把他活学活用在企业经营上面 反而得到很好的效果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虽然他是个单亲家庭 长大的 但是他的人格没有扭曲 没有扭曲 这是很难得的 就是因为他妈妈花很多时间陪他 父母 一定要陪小孩长大 而不是教他长大 不是 尤其不能说我给钱你就要给我长大 他怎么长大 最后他就变成杀人犯抢东西的人 现在很多父母说给钱 要给钱 什么都给钱就解决了 不对的 子女需要父母陪他 那父母两个人都陪他 这个家庭生活怎么办 所以到底是爸爸陪得多 还是妈妈陪得多 家庭自己去商量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责任 比较偏重给妈妈 这是实际上的问题 这不是用想的可以解决的 我最后讲一句话 你在美国 你在英国 一个女的医师会告诉你 我先生在开计程车 她一点没有难过的表现 她觉得很自然啊 我是医生是我的事 我先生是开计程车是她的事 来来来我们这里问问 你当医生 你的先生开计程车 你会若无其事的 请举手 这不可能 我们受不了 就插插在这里而已 他美国人真的 我们的职业没有规见 没有规见 我们就是有规见 你看你的小孩 你问他 你将来长大干什么 他说 我要去开垃圾车 你玩呢 脸都不安呢 没有一个父母说 很好很好 你长大赶快去开垃圾车 我还没碰到这样的人 没有啊 我讲这些事实了 中国人是天底下唯一不肯认输的民族 你看美国人会认输 日本人会认输 只有中国人会认输 我们有听到一个妈妈把小孩叫过来说 儿子啊 你祖父就不行 你爸爸也没有出息 我看你也算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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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妈妈只讲一种话 儿子 你祖父为什么不行 因为他被奸人所害 你爸爸为什么不行 因为他 他有正义感 所以跟人家处不好 你争气 你绝对有出息 这样才对 我们永远不认输 所以我们没有奥林匹克精神 我们有什么奥林匹克精神 什么叫奥林匹克精神 就是大家赛跑 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中国人我们赛跑 你跑前面 我跑后面 我会认输 才怪的 我跟你讲 我这连天搭肚子的 我会输 不同 民族性不同 就在这里吧 你看世界足球赛 人家外国人赢了 输了 踢关头 我们中国的这个足球赛输了 他怎么讲 下车你就知道了啦 我不跟你讲 以前不跟你讲 现在 下次 你就知道 中国人 会不会变 不会变 没有办法变 我研究三十年 我比来比去 我告诉你 中国人找到一条 最舒适 对自己最有利的生活方式 还会改吗 不会改 我讲这些 对你诸事最有利的 你还不要 你要去找那些找死的事情 这次耽误大家很多时间 谢谢